就是你对猎狐行动的目标人的这个目标人群的这个profile你熟不熟悉 就是猎狐人群的这个目标大概是什么样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他说有一个公共的一个主题 就这些人呢一般都是在从事一些反CCP的action 比如说他们为自由民主护身啊 他们为人权为香港的自由 就这时候提到香港为这个宗教自由护身 而且他们还批评或者是批评这个习近平对习近平进行批评 这时候就转到齐哥了 他说你有没有听到过有一个人叫郭文贵 然后这个时候有然后这个时候照片上来了 就是文贵先生的就是文贵先生 大家如果还记得就是Hero 他有一张Hero的那个海报 签名海报的那张照片 但上面没有写Hero 就这张照片就是上面就是那张照 但是没有Hero字样 就是一张照片 他说这就是文贵先生 他说那你在今天之前你有亲自见过文贵先生吗 他说没有 我在今天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在天上 那就说那文贵先生是不是跟你刚才说的那个 profile 就是跟这个中共猎狐行动的目标人群的这个吻合 这个人群是什么样的吻合 他说是 他说是而且不光是 而且他认为文贵先生是 公共的第一号敌人的第一号敌人 他是在 他自己说出来的 他说我的意见是文贵先生不光fit在那个profile里面 他是这个profile最高的 而且他是中共的公共敌人第一号 然后这个时候斯伯仁就说为什么你这么说 你为什么认为文贵先生是公共敌人 一号 他给了三个理由 第一 他暴露了中共最高层的这个腐败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 他一直在为民主自由在倡议 这是中共国最不能容忍的 第三个就说到 social media 他的影响力 因为他有非常大的 在社交媒体和媒体上有非常大的跟随者 这是让中共特别害怕的 所以这是中共国的公共敌人第一位 就是郭文贵先生